269 明報 它赤化補國際金融市場地位 2015年7月12日週日話題 P.02週日話題副思黑組陣子從看大時代 大家感覺環好像第一次看一樣大膚過癮 看光B.鞋父子當的五蟹集團不斷接貨對抗股價下跌 結果因爲鞋的無敵幸運屬性,最終放棄接貨 因爲避過股災,不過五蟹的結局大家都知道 就是四蟹兄弟跳樓,釘蟹入獄 實際上,古今中外的股票風潮萬變不離其中 就是利用人性的貪婪去製造泡沫,從中獲利 看誰最後接到火棒成為輸家 由十八世紀南海公司事件到2008年次按金融風暴 劇本基本上是相近的,製造牛市刺激內需上證 指數由3月開始由約3,200點 一口氣升到6月中的5,166點高位 升幅差不多六成,然後突然大跌至約3,500點 幾乎打回原形,股民棄稱這為史上最短牛市 股票價格可升可跌,本來沒什麼大不了 但近日大陸股災最值得留意的不是股民的反應 而是中共政府的反應 那比漢大時代五蟹炒股更有娛樂性 上證指數由2008年6124點歷史高位大跌之後 這幾年間一直在2,000至3,000多點之間徘徊 基本上就是一池死水 如果大家還記得 2015年2月,中央成立一大一路建設工作小組 大力吹噓這個地緣政治經濟概念的前景 在各種實體經濟數據不佳的情下 習近平在5月提出新常態 即時要放棄過往高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 大概就在2月這段時間起 中國股市開始上升 官方控制的媒體吹捧下 市場氣氛樂觀 似乎大家都相信這次國家要吹生一次牛市了 事關實體經濟增長放緩 中央打算製造牛市來刺激內需 從而減輕企業及地方金融體系的壓力 這段時間 香港股市在北方資金大舉進軍之下 也開始不斷上升 不少坊間的財演和股評人也說這次中央出手 股市有望突破三萬點云云 怎才算惡意股空 其實要製造牛市 是需要大部分人都相信股市會升 願意投入資金買入股票 問題是 如何令大部分人相信股市會升呢? 一是經濟數據理想 例如2008年前的美國房產泡沫 一是有新概念出現 例如科網熱潮 可是中國經濟數據本來就不太理想 所謂的新概念如一帶一路和亞投降 也不是什麼石破天驚的東西 為什麼股民要相信股市會不斷上升呢? 他們只是相信在無所不能的中共領導下 股市不能跌 可是 投資者是現實的 他們看得細息不對 便會拋售 不會跟黨共存亡 尤其是那些場外融資以高降干比率炒股的投資者 本來股市升的是市場規律的平常市 投資者賺錢食錢責任置負 可是中共要群眾相信股市一定會升 結果就把黨的聲譽也壓上 只許升不許跌 當股市開始大跌的時候 政府宣布調低利率及存款準備金率 但也無力穩住股市 無計可思之下 中央宣布暴力救市 暴力救市者各自匪以所思 但十分符合國情 中共的自國口號從來都是與北京人勢不優的 正如毛澤東講的矯枉必須過正 於是什麽也是戰爭、攻堅、過硬 暴力救市可以如何暴力呢? 其實沒有人知道 人們只是從口號估計中央者次是來真的 當股市下跌時他們會出手接貨 就好像堤蟹著五蟹集團 嘗試當日不斷接貨托除股價一樣 暴力救市不只是政府出手接貨 買入重點成份股來托除指數 原來橫有公安部副部長高調帶隊進駐中證監查惡意孤空 惡意孤空的說法一出 坊間完全摸不決 懷老 因爲中國並沒有這條罪 怎樣才算惡意孤空 一時間連大陸的法律學者也說不出來 後來中證監發現人才跑出來指惡意孤空是指跨市場 跨期限市場操作 但又說不了解公安部調查的惡意孤空是什麽 當孤空的人不知道什麽才是惡意的話 結果就是大家都停手不敢孤空 可是 孤空行為本身有對 風險作用 不許孤空 其實就是不許投資者對 風險 黨的指揮取代市場暴力救市 不只是政府救市 環有強制企業主要股東不准沽貨 停牌企業復派時要發布利好消息等 這種直接命令投資行為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把中共什麽也管的做法發揮至極限 一旦政府把股市升跌的責任也攬上身的話 哪代表政府只能擾過市場規律操控市場 可時經濟市告訴我們 政府直接操控市場 或許能在短期內有效果 長遠來說其實是令公眾對市場失去信心 損害市場配對資源的功能 這一點在股票市場更為明顯 理論上股票市場是讓想集資的企業 和想投資的人的配對場所 透過股票交易 有前景的企業能夠得到資金 對前景如其不同的投資者 也可以透過買賣股票來分配風險 政府的角色就是定立明確的規則充當求證 確保市場資訊的透明度和真確性 保障投資者的信心 股市才能發揮其融資功能 今次中國由政府吹牛市到暴力救市 基本上就是以黨的長官以致取代市場規律 投資行為看的不是法律 不是價格 而是黨的指揮 打個比喻 如果股市是個賭場 雖然大家都知道賭場是莊家贏得比較多 不過只要賭仔知道賭局是以規則進行 進場有贏有輸 才會再入場 如果有個賭場莊家不斷看結果來改變規矩 贏錢不准離場的話 這個賭場只會越來越少人賭 當然 中國股市這個大賭場是獨市生意 還是會有中國人賭的 可是如果要跟國際接軌的話 就不能以土豪方式管理 最近中國股市的鬧劇對於香港人來說 也許是個好消息 因為全世界都看到中國股市如何不行 香港這個國際大賭場 不是金融市場還是有吸引力的 大前提是香港絕對不可以在管理上大陸化 李小家主政下的港交所 不斷提倡同鼓不同權和停板制度 這些跟大陸看齊的做法 如果成事的話 肯定不會是好消息 民富時刻